欢迎大家来到泰山自主 今天我们要吃得健康点 今天要和大家做的就是 Quinoa Stuffed Bell Pepper with Pesto 黎麦阳灯笼椒配罗勒青酱 哇 只听名字都好像很健康 是不是觉得会很难吃呢 绝对不是 是非常好吃的 究竟怎么做呢 立即开始 选黄灯笼椒是因为它的味道较为甜 而最甜的灯笼椒反而是红灯笼椒 而最不甜的就是青灯笼椒 因为青灯笼椒是最早收割下来的 而黄、橙、红的就用多了时间去养 于是它就会变得更加甜 更多水分 你会见到街市或车级市场 青灯笼椒是较为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想吃甜一点的椒 记住用黄、红、橙 其实这次我做这个pesto 我就没有加到这个parmesan cheese 正统的pesto应该加些cheese 才会较为厚一点的味道 浓一点 但是这次因为我们想detox 清洁一点的身体 于是我们就不用这个parmesan cheese 让它轻一点 变相可能要加多些盐和黑胡椒调味 然后这个你可以用新鲜番茄做 慢慢熬也行 罐头番茄其实一样很好吃 好了,到做这个泥麦了 泥麦呢,为什么我会炒一炒香它呢? 完全是因为我想令到它的水份再干身一点 那么它的味道呢 就会更出一点的了 那煮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用其他的液体去煮啦 那么这次呢,我就选用了这个鸡汤加水 你可以只用水都可以的 如果你想再健康一点的话 但是你用了一点鸡汤呢 其实它的味道呢 就会更加香 那么你吃下去的时候呢 就没那么单调 只用水的话呢 记得记得一定要加多一点点盐 加多一点胡椒粉 最好是黑胡椒 那么这个味道呢 就会突然出来的啦 我们又说一下泥麦的好处啦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吃白饭的人来说呢 泥麦是比白饭多些纤维啦 还要比白饭多一倍的蛋白质的 又容易饱吐啦 即是不会吃那么多啦 又可以帮你减肥啦 跟着呢 还可以降低你患心脏病呀 糖尿病的机会 所以泥麦是非常好的 但是假如如果你觉得 喂,死了 这个泥麦实在对我来说 太过干燥燥啦 你可以加一些麦米的 什么是麦米呢 就是那些 好像渣渣呢 有时候都烟烟硬硬的那些 那些就是麦米啦 那你可以同样的方法一起加进这个 这个泥麦煮 那也是非常之好吃的 的 真的吗 好了 那就解释了这个黎默酿灯笼椒贝罗勒青醬 非常健康的一道菜 可以帮你的身体detox清涂 哇 正一个 喜欢的话 记住跟来做 还有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